所以今天就想来个新的挑战 请大家将这支影片的留言做成一样 也就是说 大家对我留言一样的内容 团结就能战胜一起 如果挑战成功 我就在Thank You来了频道 一整集都穿着女仆服装拍影片 大家好 我是Dan 昨天B2B成员Minyo确诊了新冠肺炎 多数公司表示 Minyo的歌唱老师因为确诊了 所以Minyo就去了筛检 当时是显示的阴性 所以就开始了聚家隔离 但是从16号开始有咳嗽发烧等症状 所以再次接受了PCR检查 结果出现了阳性 除了Minyo之外 Trout歌手Changmino Model Hanedi 也都传来了确诊消息 看新闻上说 下周开始 航空可能会日确诊突破3000人 真的是越来越严重了 真心希望战胜疫情的那一天 能早日来临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存在系列真的有那么红吗 每次在我上传有关索娘系列内容的时候 就能看到类似这样的留言 索娘系列没有你说的那么厉害 你都就像SM每个年代推出的团体一样不而已 不知道是刚接触K-POP还是故意 不过我查了一下 在韩国论坛偶尔也会出现几个 质疑索娘系列的留言 所以老娘今天 啊不是 我就整理了一下 索娘系列的部分记录 一 索娘系列是唯一在Trim Concert 占过Ending舞台的女团 一般Trim Concert 是要有出道年次加上人气 才能够在最后一个顺序表演舞台 所以几乎每年都是男团战Ending舞台 但是在2013年 2014年的Trim Concert 索娘系列连续两年表演了Ending舞台 第二 索娘系列是K-POP团体史上 唯一在该路途调查 十代到五十代 所有年代同时拿下一位的韩团 第三 索娘系列连续十年登上了 Kalob今年的歌手排行前五位 这是Kalob歌手排行中唯一的记录 索娘系列是最初被选为 影响韩国的人 艺人部门一位的IDOL团体 第五 索娘系列从2010年到2013年 连续四年登上了 全国大学生最喜欢的歌手一位 第六 2016年 索娘系列被选为 韩国历代最佳IDOL团体 女IDOL部门的一位 第七 2009年 姻缘年间一位 20000年 纵合一位 09年 10年 11年 拿下了姻缘大赏 2010年 也登上了专机销售量的一位 最后这张是2007年到2017年 索娘系列得过的所有奖项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对于质疑 索娘系列的留言的反应 索娘系列真的是国民女团 连不知道IDOL的大人们 也都知道索娘系列 索习就是个传奇 否定的人应该就是 索习的黑粉而已 不知道的人 是断在哪个山洞里生活了吗 能贬低索娘系列的话 是吧 年纪到底是有多小啊 不是你不知道 就能变成是没有的事实 听到这里 你觉得索娘系列 红没红呢 哼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日本女生票选 长得最帅的K-pop男爱豆 首先是日本时代女生们的排行 10位 Tomorrow by Together 朋友 9位 龐炭酸酸酸酸酸 奇米 8位 龐炭酸酸酸 亲 7位 17 穷汉 6位 欧瑞比 Hitcheon 欧瑞比是从日本的producer101 延伸出来的男团 这里的韓国成员们 都是韓团黑洛出身的成员们 5位 Astro Chowno 4位 欧瑞比 云东 3位 欧瑞比 穷 2位 龐炭酸酸酸酸 穷 1位 龐炭酸酸酸 P 接下来是日本二十代女生们的排行 10位 Shiny Temi 9位 Astro Mumbin 8位 Stray Kids Felix 7位 Stray Kids Lino 6位 Seventeen 穷汉 5位 Astro Chowno 1位 Bangtans 4位 Bangtans 最后是日本三十代女生们的排行 10位 东方星期 Changmin 9位 Super Junior 8位 欧瑞比 7位 金哲忠 6位 Shiny Bangt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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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以后就由你来拍吧 Bangtans